据环球网报道 伊朗军舰在阿曼湾训练时被意外击中 据法新社最新消息 伊朗军方称此次事件已至19死是无伤 但据每日邮报引用当地媒体消息 至少有40名海军人员失踪 此前中东媒体AMN网站等外媒5月10日疯传 伊朗海军军舰当日在阿曼海域 发生了物极事故 一艘伊朗驱逐舰开火后 意外击中了另一艘伊朗海军战舰 造成数十人死亡 报道称 当地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 导弹是从伊朗海军的 甲马兰号驱逐舰上发射的 这艘军舰是伊朗首艘国产驱逐舰 配备四枚反舰导弹 分析人士表示 这艘伊朗军舰上配备的导弹 是通过雷达自动导航的 舰员没有对其进行监视 也不知道它的坐标 报道称 受伤的船员被救起后 转移到了恰巴哈港 伊朗官方还没有公布 确切死亡人数 另据《每日邮报》5月10日 援引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 这艘伊朗军舰是在演习中 被一枚反舰导弹意外击中 并在重弹后沉没 报道称 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 5月10日晚上 受伤的船员从一艘伊朗护卫舰上撤离 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了 两名受伤的船员 导弹袭击是一起意外事故 科纳拉克号与目标距离过近 伊朗媒体报道称 科纳拉克号在2018年进行了大修 具备在海上发射导弹的能力 这艘荷兰制造的40米长的舰艇 自1988年以来就一直在佛伊 通常搭载20名船员